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很感谢洪主席 接受我们新老师集团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 非常荣幸 我就有一个问题 首先想 我想很多朋友都想了解 就是从您顺步参选总统 然后到换柱 然后到参选国民党的主席 到现在成就连任 都遇到很大的阻力 或者反对声音 那但是你一路一路挺过来 那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理念 能够支撑您到现在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其实从走上选举总统的路 原本也不是我人生的规划 这个过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从被提名到被换柱 这个过程曲折离起 大家都很好奇 但是我必须要讲的 我在很多场合都表明了我的立场 我当然觉得非常的遗憾 这个总统路没有走完 而且是前所未有 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事 但是我心中没有怨恨 因为那原来就不是 我们人生的规划 那既然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我觉得我们就坦然接受 而且重点在于 我个人的得失是无所谓的 我真正的目的是希望 国民党要赢 所以纵然是换柱 我们还是四处奔走 替国民党所有的候选人 包括总统跟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我们都好好的去 让他们加以服选 那么接下来就是因为 还是党内有一股不平的声音 那么所以在促成了 后来我参选党主席 当然一路的过程到今天 诚如您所说的 好像我一直在面临到 各种不同的挑战 好像一直都陷入某些困境 大家想想看 中国国民党这122年以来 不是也一直在逆境当中 求生存发展的吗 他也是历经了多少的兴衰起伏 遇到多少的困难 但是都一关一关停过来 而且确实在台湾 创造了不少的袭击 而我个人从小到大 是很辛苦的 我也是在逆境当中 长大的一个孩子 那么所以我面临的 这所有的困难 我倒不会非常的悲观 或非常的畏惧 而有所退缩 那更直白的讲 我对于这个政党 我自己所选择的这个政党 这就好像是 我们常常参加婚礼的时候 请我们祝贺词 我们会提到说 爱你所选择 今天你结婚了 你是爱了你所选择的对象去结婚 也希望选择你所爱去结婚 既然你的选择是你所爱 也希望你这一辈子爱你所选择的 同样的国民党 是我选择是我选择的一个政党 我选择它是基于它的创党的理想 创党的精神 所选择是它的中心的思想 所选择是这个党的存在价值 那么既然如此 我是不是就应该非常认真的 希望这个党的一份思想跟理念 能够发扬光大 也就是说我对这个党 我对媒体曾经有过这样的形容 有一个无可救药的使命感 当我看到这个党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希望在我的位置上面 能够对它有所改变 所以我曾经在一次演讲当中 讲了这句话 我自己心里其实是百感交集 我说我希望我能够改变我的政党 我希望能够给我的国家 一条正确的道路 因为今天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的社会也好 我们的党也好 是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 偏失了自己的方向 远离了自己的理想 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努力改变它 我想很多爱护国民党的朋友 都会觉得现在国民党的困境 但是也会问 为什么到了现在 国民党好像还是在内斗 好像前一阵子在中华会里头 也说要提高这样子 为什么国民党只不能团结呢 当然讲到这点 也许大家会觉得失望 说这个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可是我们也在这边要必须跟大家讲 所谓的团结并不代表 在这个党里面 只容许有一种声音的存在 这个党不能成为一言堂 它本来是一个多元的包容的一个政党 更何况是民主政治时代 所以有不同的声音的存在 这很正常的 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去说明 去沟通 去协调 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希望改变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让大家更为了解 所以在传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有很多背景 不是用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可能要稀稀说来 要花相当一段时间 但是不管如何都很平顺的结果结束了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这就是我所谓的沟通协调 然后凝聚大家的共识 我们加以修正 我们原先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圆满了 因此大家会认为说 为什么老在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这也是国民党长期以来 给大家的一个观念 这也是我们要改变的地方 所以我特别强调 尤其最近党主席的选举 你们是不是那么多人选举 你们是不是在搞斗争了 错了 我也在强调 党内可以竞争 我们不是搞斗争 怎么样的一个竞争 是让人家不会觉得你在斗争 就是如何展现君子之风 民主的典范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让大家觉得说 透过竞争反而可以凝聚共识 大家团结一致 这是我们的方向 现在都说就是国民党会被边缘化了 那您怎么看 还有就是年轻人 怎么能够吸引他们 能够加入国民党呢 是 国民党被边缘化 这可能大家认为说 这个国民党第一 在国会席次变少了 就35席说起来惭愧啊 连视线的标准的额度都达不到 因为视线要38个人 所以国民党在立法院 是因为人数少被边缘化了 另外我觉得一个重要的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是不是我们的国民党在社会里面 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 好像所有的话语权都被 这个在野党给掌握住 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目标 自己的中心思想 自己的核心价值 我们确于辩论 而且不跟外界发声 说到底我们的方向什么 我们的理念是什么 因为你不愿意讲 而且包括我们自己 对任何一个政策的 一个看法跟说明 我们都不愿意去多加以论述 逐渐逐渐的 我们丧失了话语权 当这个政党在这个社会里面 丧失了话语权的时候 它当然就逐渐让人家觉得 它在边缘化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 我一天到晚在各个场合 不断的不断的说 不断的说 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注意 每一个人 尤其我们从政主管同志也好 民意代表同志也好 该说的该讲的都要做 另外就讲青年 我们要到校园里去 以前一个党政军退出媒体 我们都乖乖都退出来了 那么甚至于退出校园 大家就退出校园 但事实上那是一个 很错误的想法 今天年轻人 校园里面我们要去经营的 所谓的经营 就是说把我们的想法 告诉年轻一代 同时在我们自己的 各种工作方向上面 我们也要让年轻人知道 国民党是爱护年轻人的 国民党是珍惜年轻人的 国民党是要给年轻人机会 给年轻人舞台的 其实国民党向来对年轻人 是非常重视的 看看金国先生时代 提拔了多少年轻人 现在的年长之客 我们说从年轻主席也好 这个吴前主席也好 包括甚至于吴副总统也好 怎么我太多了 我就不一一细数 想当年 他们都二三十岁 就被金国先生一手提拔栽培 一路到变成党之重臣 那么这个做法就可以证明说 国民党是重视年轻人的 更不论说在革命的时候 创建中华民国 革命的时候 所谓的革命先烈 那都是几岁的年轻人 十几二十 最多三十出头 都是这批年轻人抛头颅 撒热血 所以国民党本身就是应该热血澎湃 充满年轻热情朝气的 这么一个政党 所以为什么到了今天 会让年轻人觉得说 这个政党失去了 对青年人的一个吸引力 这值得我们检讨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在做主席的竞选主席 甚至于我在这一年 将近一年当中 我一直喊一口号 叫用壮欲轻 壮言 四五十岁 体力 脑力 经验 各方面都是成熟的阶段 我们是不是要借助他们 多运用他们 年轻一代 我们要培养他们 用壮欲轻 倒也不是说 把这些年轻人 全部都送到政治的领域里面 去发展 各行各业 所以包括为什么 我重视两岸关系 我觉得这也是开创 他们未来的舞台 所以怎么样给年轻人 一个未来的希望 怎么样给年轻人对国民党 有信心 去创建一些 很多无限的机会 给年轻人来辅导他们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 当然只要你肯做 年轻人会感受得到 那么我们就不会说 像您刚才所讲的 吸引不到年轻人 这是我们要做 而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更何况 以前我们就做得很好的 为什么现在做得不好 就要好好地检讨 刚才主席提到两岸关系 就是今天看到后任的美国总统 特伦普 他都提出说 一中是可以谈判的 将来可以跟中国大陆来谈的 您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非常质疑 他说话的方式 所谓的一中可以谈判的 他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因为他还没有正式上任 现在讲话可能还不都算数 等到他1月20号 就是上任以后 他所说的话 我们才可以再去评论 这个一中是可以谈判的 这意思是什么呢 是台湾是可以作为筹码的意思吗 还是其他的用意 我们不理解 还有现在有个说法就是在台湾内 只可以谈毒不能谈统 是这样子吗 确实台湾今天 包括今天的总统蔡英文女士 特别提到说 年轻人都是天然毒 也就是可能你刚才所说的 台湾只能谈毒不能谈统 但是在我个人的看法跟认知 所谓的天然毒不是天然毒 是人造毒 经过这一二十年代的教育的偏差 让他们忘怀了中华民国 中国的历史 忘掉了中国的历史 他们只知道台湾 我们这些年来的教育的偏向 让年轻一代只知道台湾是什么 他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他也不知道到底台湾跟中国大陆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因此他当然就会变成 好像是井底之蛙 他看到的都是台湾 这是我认为这是人造毒 就是教育的原因 非常可惜 而且我们这里非常遗憾 非常的痛苦 这是残害我们下一代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都要寻求突破 但是在国民党内部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路线的纷争 就是虽然我们终极走到囤 还是维持现在就是比较相对独立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对我有不同的看法 不管什么看法我一再强调遵守宪法 我是中华民国宪法派 宪法规定的是什么 我们就按照宪法的路去走 宪法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权给予中国大陆 我们的征修条文里面告诉我们 为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 我们有些其他的规定 告诉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 一个叫大陆地区 一个叫台湾地区 所以宪法里面所规定是什么 我们就按着宪法的路去走 所以统独的问题 路线的问题 在宪法里面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独台独也好 独台也好 在宪法里面不存在 我们宪法规定是什么 我们就按照宪法的路线走 这就是我们本党的路线 那您会担心现在民进党 蔡英文走的路线会 会促成两岸的军事冲突吗 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是我们台湾未来的焦虑 跟它所面临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境地 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要思考的是 台湾的安全 人民的福祉 如果持续朝这条路上走 对台湾人民是好还是不好 对国家未来的发展 是利还是不利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他必须要深思这个问题 那您会觉得两岸关系的发展 最愿意看到的愿景是什么样 两岸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就像在去年11月初 我跟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先生的一个会面 非常的清楚 我们希望朝向和平发展的一个路去走 所以我们才在去年有一个和平论坛 多增加了一个叫做政治主 今天我们跟对岸的关系 不能够撇除政治问题的谈论 也就是到底两岸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 它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未来到底走向是什么 九二共识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 九二共识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这大家都要弄得很清楚 两岸的互信 政治互信的基础是什么 两岸共同寻求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都要清清楚楚 让大家知道 那么这个和平发展路 我们才能够走得下去 那会就像和平统一吗 所谓的和平统一 当然在我们的宪法里面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 但今天在台湾你一讲到统一 大家就害怕 害怕是害怕被统 但你不能够因为说 这个害怕被统 你不谈统治 你觉得你统一不了别人 你害怕被统 难道我们不能够运用 我们更多的智慧 去寻求一个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吗 更何况就算是未来 我们是走向统一 这个所谓的未来 到底时间有多长 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我觉得这不是叫做 立即要成就的一个事情 很多事情 事缓则缘 慢慢让老百姓 民众 人民的心理 觉得两岸的未来 确确实它就是朝着统一的目标前进 但不是一处可及的 当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弃合的时候 当两岸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目标 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可是毕竟中华民国宪法的未来路 是保障目前台湾安全最好的一项利器 为什么我们要丢掉 好 谢谢这一次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